看到很多人在评论 今年当下 当今领母后的小华都有哪些人 然后我再想想我自己 哇 我已经是三十家的姐姐了 可是我在国内走进大众 好像也就才近一年的时间 我发现每一个人其实在各自的年龄段 都有着不一样的烦恼和焦虑 所以我今天想传达的是 任何人都不能用年龄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 对 我回国后工作的空窗期我就时常在想 别让自己闲下来 不要放弃自己 计划自己的生活 只要我一直努力着 就肯定会有人看上我 不是看上我 肯定会有人看到我 希望你 所以我觉得焦虑 一直都是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 在堂皇室 我的总结是 在堂皇室 只要调皇室的心态 因为没有人能能帮助到你 我们一生的机遇 还有很多去感受 和做好力所能及的准备 一切都会有最好的安排 所以接下来的首歌 我希望能给大家带出一些力量 而我也真的希望 我能成为那个为你们带来力量的我 我希望你能带出一些力量的力量 我希望你能带出一些力量的力量 谢谢大家